打孩子的父母都是无知无能的 孩子不打不成气 棍棒底下出孝子 不打不骂怎么教孩子 孩子不听话就得揍 你被父母打过没有 你相信父母打你呢 是为了教育你呢 还是为了出气呢 我来告诉你啊 父母打孩子那是因为自私 他们一半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 那另一半呢 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无能 咱们先说说宣泄情绪吧 孩子作业没有做好 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我非常的难受 孩子考试成绩 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我非常的不满意 我非常的气愤 我需要一个东西来弥补我 谁来弥补我 打孩子 因为孩子跑不掉 因为孩子好欺负 因为我是孩子的爹妈 因为我把孩子打了 说出去那是为孩子好 因为打孩子可以弥补我的难受 可以给我优越感 你看明白了吗 父母打孩子不就为了宣泄情绪吗 孩子那是跑不掉的出气筒 咱们再说说另外一半吧 父母打孩子是因为无知和无能 我们家没有游戏机 我们家没有零花钱 我们从来不带孩子旅游 也不给孩子吃什么大餐 我们什么都不给孩子 我们不知道怎么惩罚孩子 我们只能打 什么爱的教育我不稀罕 我不相信咋玩呀 什么孩子心里有阴影 矫情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什么教孩子还要学习 不可能我们足足备备教孩子 就靠打 孩子不听话就得揍 父母打孩子那天经地义 这才是教孩子呢 什么孩子的感受还要考虑 我是他爹我考虑他 你看明白了吗 这些父母的脑子 已经被他们的父母用棍棒给打折了 什么打孩子会让孩子脾气暴躁 性格懦弱 喜欢撒谎 不再信任父母了 这些问题这些父母根本就意识不到 我只想说孩子们呢被打了 刑法未成年保护法那都是好东西 抓不了他 起码也能镇得住他 最后我说一句啊 施加暴力的爱那是绑架 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被打的 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 那是一对问题的父母 相信暴力可以培养出来仁爱 太他妈荒唐了 唯独爱才能换出爱 得音